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多一点读圣经 那也可以多一点听神的话 在教会里面好多的信息 上YouTube打开那个播放清单 一大堆的课程 一大堆的神的话 听都听不完 所以我觉得是很好 让我们过一个年之后更熟灵 而不是有的人过了一个年后 好像叫斗退路啊 灵命斗退路这样 不要这样子 不要玩疯了 或者吃的 就一直吃太胖 就一直注意吃吃吃吃 玩玩玩玩玩 过年是一个好机会 我们更多的这样来亲近神 觉得何等的美好 那我就想到 今天就特别想和大家来分享 关于灵修生活 那这个也很适合 很快的我们要过年 我们知道说 除了我们会跟亲友在一起 有一些活动这些都很好 可是在一些 你个人的独处的时间 你可以怎么做 那有的人在教会 当你来教会以后 很容易 你就会听见人家告诉你 要QT哦 每天都要灵修 灵修 可有的人都不知道 灵修在修什么 灵修 灵修生活是非常重要 灵修生活讲的就是 每一天 你要花一些时间 我觉得 最好就是至少半个小时 如果说你连半小时都没有 只有15分钟 也可以 不过基本上就比较不容易 其实我觉得连半小时都太少了 但是如果说真的没办法 至少半小时 那在这半小时当中 你可以有一点读圣经 清净神 有一点敬拜 有一点祷告 这个是非常好的 但是我为什么要这样子说 为什么信耶稣 我们就信就好了 礼拜天来做礼拜 或者我们来参加祷告会 不就很好了吗 对不起没 其实灵修生活就像我们每一天都需要吃饭一样 你不能说我礼拜天吃饭就好 我一个礼拜吃一顿就够了 不行啊 你会饿死 你知道有的人里面的灵命早就饿死了 可是有时候我们外面的人都不知道 所以怪不得有时候我们都觉得 听不到神的声音 没有圣灵的感动 也没有什么热情 那这一切的根源 都跟你有没有过一个灵修生活 我觉得有很重要的关系 为什么灵修生活这么重要 对不起没 因为灵修生活就是要帮助我们 它的目的就是在建立你的生命 让你的生命更像耶稣 你借着灵修生活 每一天亲近神 对不起没 我们的生命就一直一直地被改变 那神可以借着圣经所写下来的话 神可以修剪我们 提醒我们 那当大患难来的时候 弟兄姐妹 你就会知道你里面的那个根基啊 是什么 声音上说啊 如果我们里面根基不稳啊 当那个大风浪来啊 试炼来临的时候 可能有的人的生命就像 好像就像稻草物一样 就是也许就是经不起风吹雨打 草木合街 所以我们究竟我们是用什么 建造我们的生命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当你知道 这一个灵修生活的目的 它的重要性 弟兄姐妹 你就会知道怎么来操练 或者你就会更有动力 我们过去这个礼拜 我们有一个姐妹 那当然她 也不是年纪太大 当然也不是太年轻 大概六十来岁 但是她就是一个很喜欢祷告的姐妹 但是后来就是 前一周身体不舒服去检查 医生就说 其实只是本来以为是便秘 医生也是蛮好的 多检查了 多照了一些 就发现她胰脏有肿瘤 而且是恶性肿瘤 一检查 大概就是胰脏癌的第四期 而且医生说差不多 就是差不多三个月的寿命这样 最多五个月 那我们的姐妹就立刻跟医生说 在当场说 没关系我已经准备好 我可以去建筑了 这样子 她觉得她在地上的工作都 她觉得这一生 她就觉得自己 也许她的仗已经打完了 当然我不是很认同 所以我就告诉她 在天上没有仗可以打 在地上 我们还是要为主奔跑 我们祷告神 先为自己的身体来征战 然后求神存留我们的生命 当年西七家王 先知耶 那个大先知以赛亚跟他说 你没活 没命活了 神说你要死了 医生说你要死 你还不一定死 我们中间很多这样的例子 很多后来都活了好多年 可是神说了 就一定会发生 可是呢 西七家王就哭哦 就祷告神啊 求你纪念我就祷告 神又给他15年的寿命 多好 弟兄姐妹 我们有一天都会上天堂 特别是这些灵命很好的弟兄姐妹 我都相信 如果有一天你遇到这种天大的事情 可能我们的心里都会预备好 觉得没关系 我可以去建筑 弟兄姐妹 建筑比较容易啊 在地上征战活着 我觉得比较辛苦啊 地上比较多麻烦事 在天堂充满了喜乐 在天堂无忧无虑 每天敬拜赞美 每天跟神在一起多好 保罗也想去啊 可是保罗说 可是我在地上 是为着你们的缘故 所以后来这个姐妹 她也是愿意 所以她就顺服好 所以现在在医院里面 有一点这样的治疗 可是我要讲的就是 就是我要讲的是 那个第一时间点 一个人他可以听到 这样的一个噩耗 他第一个时间点就觉得 主 我预备好 对不起 我觉得是不容易的 很多人一听到这个 你知道胰胀癌是癌亡 不过现在是肺癌 因为每一个时期不一样 要看哪一个时期的 那个比例比较高 这样子好 可是胰胀癌 基本上你没有感觉的 所以通常发现 都是默契 这样 但是呢 我觉得当你一个人 他可以在医生 一宣告的时候 立刻有这样的一个态度 听众姐妹 我说的是 你里面的生命 跟我们的生命 是有关系的 很多人听到这种 重大的噩耗 腿都是软的 有时候大哭啊 有时候经过一段时间 通常都会有几个时期 愤怒期啊 或者不能接受期啊 神为什么是我啊 怎么会这样 然后渐渐渐渐 才开始接受 接受 是 我们都可以理解 因为是重大的一个事情 可是我觉得 听众姐妹 我真的 我有时候我看了 我是很感动啊 而且我很感谢神 我就知道 我们的追求是对的 在这里这么多年 我们一直教导弟兄姐妹 要爱神 要与神连结 是对的 因为当大灾难来临的时候 听众姐妹 你可以看见一个人 他是不是可以站立得住 我们有个弟兄 他不久前 他在家庭当中 也是遇到一个大灾难 非常大的风暴 所以这个弟兄 立刻他就 重度地忧郁症 他几乎没有办法 每一天他所想就是 他想要自杀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弟兄 可是他被他的妻子 严重地伤害 可是我觉得这个弟兄 我们一直扶持他 到一个地步你知道 我觉得这个人有点 好像有点几乎不太 你要提醒他要吃饭 有时候就生病嘛 就这样的一个状态 不能睡 很难工作 可是在他里面 他有一个心智 就是我要抓着神 我要抓住神 所以后来他毅然决然 他断药 他没有吃忧郁症的药 对不起 当然我不会建议说 每一个人都这样做 因为有一些人是先天性 当然有一些人的忧郁症 是因为后天遇到重大的状况 所以他们就开始忧郁 但是我要说的是 当他定义的时候 神就帮助他 几个月的时间 他真的站出来了 他开始尝试走入人群 开始也会笑了 所以对不起 我觉得这个就是生命 这跟 我知道我举这两个例子 只是要让你知道说 我们日常跟神的关系 这样的一个操练是多么的重要 如果你不知道 或者你没有这样的操练跟学习 弟兄姐妹 当你我都会遇到一些重大的 可能是你自己 可是也有可能是你家人 有一些情况 你就会扛不住 所以你知道我们每一次 我们要灵修 我们要灵修的目的就是 让我的生命越来越像主 越来越有主的反应 当我遇到一些重大灾难 我知道我要来依靠神 我也认识有的人 他们遇到重大的灾难 也许在家里 孩子出事了 他们开始对神不信任 不相信 他们开始远离教会 远离人群 他们开始不相信任何人 他们对神开始质疑 弟兄姐妹 问题不是你的孩子 问题不是你的疾病 这些都是试炼我们的工具 但是问题是 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 都是这个人害了我 都是这件事情影响我 害我没有办法 更属灵 更好的爱主 错 我觉得 真正影响我们的 是我们里面的生命 可是生命啊 生命不是说 好像我们用来讲一讲的 而是生命是需要经过很多考验 很多淬炼 然后我们仍然可以站立在神的面前 而生命才会影响生命 所以今天我想用灵修生活 这件事情的重要 来教导弟兄姐妹 当你借着灵修生活 每一天你好好的读经 祷告 亲近神 我们好好的聚会 好好的服事 这个会建立你的生命 有几个特质 我想从天国八福来讲 首先当你知道 当我们灵修生活 它就帮助你培养一个特质 就是虚心 那马太福音那边告诉我们说 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也就是说虚心讲的就是我们灵里的贫穷 就是我们要知道要倒空自己 每一次我们在灵修生活 我们在清静神的时候 我们就是在倒空我们自己 我们承认 主 我什么都没有 主 我真的是 我就带着我的本相 我来到你的面前 一切都是主的恩典 主 这不是我做的 我今天可以有这个 有那个 都是你的恩典 就是这是虚心 所以当一个人他更多的灵修 更多的清静神 他才不会觉得 这是我的 那也是我的 别人那样子我要比他更强 就是为什么有的人他们那么骄傲 有的人那么不认识他们自己 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真实的 过一个灵修生活 或者说真实将来清静神 当你更多的清静神 听我姐妹 你没有的时候 你不会自卑 当你有什么的时候 你也不会骄傲 因为你知道 这都不是你的 都是神做的 都是神的 神可以在一秒钟的时间 祂就拿走我们的生命气息 真的 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认识 我们就才会更谦卑地 来到主的面前 另外天牧师提到 我们认识一个皮肤科的医生 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 他在我们东区算是 当然他是做医美的 可是因为我们附近没什么皮肤科医生 所以有时候我们有湿疹 或什么有时候皮肤有什么问题 也是去那边挂 他们也是看 那个时候我们认识他十几年前 他其实还没那么红 现在非常的红 那后来每次对我们都非常的好 很有善 我们其实只是一个湿疹 一个药膏就可以了 可是他每次都给我们 好多药膏 你这个也可以插这个 因为健保起腹 反正我们不需要拿 可是他通通都给我们这样 然后会跟我们谈话 这些非常的友善 然后渐渐地越来越忙 常常说 哎呀我常常需要去上海 去对岸 然后忙死了这些一大堆 他为着他的事业奔跑 很努力 那当然是一个好人 可是呢 没有想到说那天 前两天礼拜六 在上海医学 他们有个会议 医美的会议 因为他已经做理事长了 反正就是很成功啊 就是运动嘛 你知道 当然他 反正医美 有些医生越来越年轻 为什么 有时每次都打玻尿酸啊 就是越打越年轻 所以实质上 也看不出他几岁 可是我想他大概五十几岁 这样子 可是跑着跑着 突然急性心肌梗塞 走了 当场就走了 你不会想到 当然我听了 我觉得不胜唏嘘 因为我觉得 这么年轻哦 而且前途看起来大好 可是我觉得 我感觉就是 如果一个人 如果他信主了 感谢神 没问题 他就去主那里 神数算他的年日 就到这里 但是如果他没有信主 我觉得 有这么成功 你可能赚好多钱 你有这么多的地位 大家就是为你叹息 然后过两天 大家就不记得你 对不对 我们在地上 你知道你如果没有 透过灵修生活 更多的亲近神 好多的思想 你就想不透 你不会明白 为什么有的人 他们在地上 他们会这么地 恋慕钱财 他们对那个名位 对那个地位 对别人的掌声 那么在意 很在意 我有没有得到金马奖 我有没有得到金钟奖 很在意 人家在网络上 怎么样给你 在你的社群网站上 怎么样给你留言 你有多少的赞 你有多少的负贫 很在意 对不起 当我们更多的 倒空我们自己 我们谦卑自己 来到主的面前 你就会知道 没有什么 这个世界本来就这样子 弟兄姐妹 这个世界本来就这样子 风风雨雨 真真假假 所以我们只要 来到神的面前 更多的倒空自己 来到主的面前 祷告神 亲近神 然后神就会一直把 从神来的思想跟看见 属灵的看见 给我们 圣译上说 在旧约里面 讲到说祷告 要像是相陈列 在神的面前 你知道那个香的制作 是把树的胶 跟树的汁拿来做的 比如说他们 制作那个献祭 用的那个香 是把树的那个皮挖掉 就会流出那个胶来 胶就会流出那个汁来 然后他们制作完 就献给神 所以祷告 不是一个普通的东西 拿来 我献祭了 我已经祷告了 不是 而是从我们全人 挖到你最中心的部分 你最里面的部分 我们把它挖出来 然后献给神 这是我们的内在 我们里面 向着神来祷告 所以每次我们亲近神 对我姐妹 你就是一直在倒空自己 有时候我们 会阴着地上 好多的事事非非 可是我们再次 倒空我们自己 主啊 主啊 求你帮助我 主啊 你知道如果你不帮助我 我就是一个这么自私的人 我就是一个这么喜欢比较的人 那我就是一个这么自怜的人 可是主你帮助我 要以你为乐 以你为满足 主啊 我把我的自私倒出来 我把我的骄傲倒出来 我把我的不满意倒出来 对我姐妹 这个就是一个虚心的态度 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 当我们更多的倒空 我们自己 神就更多的把他的荣耀 他的喜乐 充满你 神非常喜悦我们 看见 认识我们的本相 有的人不认识自己 所以还觉得自己 就是 很了不起啊 其实有时候我常觉得 人就像半瓶子的水啊 声音很大声啊 可是神 要我们 倒空 倒空 然后神自己的灵 来充满我们 所以每天如果当你灵修的时候 你更多倒空自己 也许安静的时候 有时候神就光照我们 神就光照我们 昨天你对你孩子讲话那样子 不是很好 那句话伤了他的心 或者 昨天你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动作 或者发生什么事情 有时候神会光照我们 然后 我们没有争辩 我们不要争辩 我们不要只是跟神说 他也有错啊 那我不能讲他两句吗 而是我们倒空我们自己 主啊 是 谢谢你告诉我 主啊 我承认 主你帮助我 好 帮助我 这个就是倒空自己 当我们常常倒空自己的时候 我们才可能像保罗说的 我无论处在什么环境 我都可以高兴 我或饱足 或饥饿 或有余 或缺乏 谁是谁在 我都得了秘诀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 我凡事都能做 保罗就在告诉我们 我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 我都可以很高兴 他不会自满 他也不会自傲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 我所有的一切 都是从神来的 都是恩典 所以弟兄姐妹 当你知道 你所有的一切都是恩典 都不是你自己证得的 当你说 没有哦 那个是我赚来的 那个是我努力的 当然当然 可是问题是 如果不是神给你健康的身体 智慧聪明 弟兄姐妹 你就一无所成 你什么事情 你都没有办法做的 得资财的能力 是从神来的 神真的可以掌管 我们的生命 真的 我们有一个姐妹 那 她这次回来台湾探亲 那 这是我们 那探亲的时候 就突然 一天 头不舒服 很不舒服 痛痛的 就赶快 那妹妹说 那去看医生嘛 去看医生 一照片子发现 哇 里面脑血管破裂 小中风啊 所以呢 立刻就处理 就安置了 大概六个礼拜 让她整个恢复 那 前两天就回 回美国 这样子 对 姐妹 你知道 有的人 他们就是不知道啊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他们身体 有什么样的状况 然后呢 就 也许一个状况 就走了 就像我刚刚说 那个皮肤科医生 可是也有可能 因为 一个状况 哦 神就保守她 像这个姐妹一样 就保守她平平安安的 所以就在地上 我真的觉得 我自己越跟随主 我就越深的体验 我们一定要 好好地跟随主 每一天 谨慎地跟随主 然后 不以我们所有的 为满足 我的意思说 自傲啦 就是我们应该满足是 感谢神给我这个 但是我们不应该觉得 这是我的 对 姐妹 这不是你的 我们常说 亚历山大大帝 是一个非常棒的 一个 很棒的一个 一个王嘛 对不对 他真的是 很厉害 他打下多少的版图 可是他死的时候 他告诉他的幕僚 陈仆说 记得把我的棺材 挖四个洞 把我的手脚都拿出来 给大家看 伸出来 伸到棺材的洞口 让大家知道 我空空地来 我也空空地去 我没有带什么 来到这个世界 有一天 我什么都带不走 事实也是这样 他所打下来的版图 并没有让他的孩子 继承 因为他下面那几个大将 全部把他们都杀了 所以他所打下的版图 都给他下面的这些 将军们 这些 打成 就瓜分完了 你会不会觉得 人生真的很虚空 如果说我打拼了这一世 我很努力了 我赚了好多钱 我可以给我的孩子 孙子 那还有得输 什么都没有 突然之间 给人家都拿光光了 你说真的 有的时候 就是觉得 人生好虚空啊 你一定要有这样的认识 真的 在战争的日子 你有家财万贯 可能你一戏之间 什么都没有来 对不对 所以不要为这个地上 好像说 一直在那里 努力 为这个世界打拼 主说 不要为吃什么 喝什么 穿什么忧虑 每一天我们需要的 神会供应我们 灵修就是这样 让我们更多 看见我们自己的本相 看见神 就是我们的天国 天国是什么 天国就是 什么都有 你所需要的 神通通都给你 祂的喜乐 祂的医治 祂的能力 所以我们 因为有耶稣 我们就可以高兴 然后呢 我们不会觉得说 动不动就跟人家 比较 或者我们就 好像有一个 错误的价值观 你就很容易分辨 因为在你的里面 你就是知道 一切都是从神来的 可是你如果没有灵修 花时间亲近神 这样的信念 不会在你的里面 你仍然会觉得说 也不一定啊 真的 有时候有的人 就是听到 然后里面 自己一直在 一直在 争辩 一直在 争辩 不一定是这样啊 我也可以爱主啊 可是我也可以爱世界 就像以前 我听过有人说 为什么不可以刺青呢 我们刺青 可是我们 耶稣在我们心里啊 那 你会觉得 神给我们 这么好的皮肤 我们不需要刺青啊 以前有人说 上帝创造这么多的色彩 干嘛不把头发 弄得五颜六色的 可是我觉得 如果上帝给我 天然就是黑色 那我觉得那 自然的最美嘛 那 当然渐渐的 有时候 有一天我们也会 渐渐花白花白 那也很美啊 那所以 其实我觉得 不要为了 自己的私欲 硬要套一些东西 在自己的身上 那你说 有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不能 弟兄姐妹 真的 就是 我是觉得 你要更多的亲近神 地上很多东西啊 你才不会 那么在意 真的 有一天我们在 吃饭好 童工有一个聚餐的时候 我看见我旁边 一个姐妹嘛 我们也认识很多 你 哇 吃饭 然后呢 我看她今天 saddle得好美丽啊 这样子啊 然后呢 她胖胖的这样 那 胖胖的不是重点 只是刚好她胖胖的 然后呢 然后那个 后来 哇 她给我看 她的指甲 哇 都红色的 然后这个 去 先好流行 那个美甲 有没有 指甲 搞不好都红色 然后每一个指甲 上面写一个福气的福 哇 她说因为过年了 这样子 说实在 我是觉得真的 蛮丑的 就是 我一点都没有觉得 好看 对不起 但是 当然 我觉得 她高兴就好 我的想法就 只要同工 高兴就好 你们高兴快乐 你觉得这样 你可以福杯满意 福福的 就好 所以我也替她高兴 虽然我觉得怪怪的 就是手已经很饱满了 可是再加个福又更饱满这样子 但是问题是 我觉得 刘姐妹 这个就是我说的 好多时候我们人都这样 看人家没假 我也要没假 看人家这个 我也要这个 看人家那个 我也要那个 可是虚心不是这样 虚心就是 其实我们就是 就是很单纯的 这样子来到神的面前 很单纯的过一个生活 可是我们心里 很满足 弟兄姐妹 真的 虚心就是这样 我们心里 真的很满足 因为耶稣在我们里面 我们不会因为这个世界 有什么样的改变 有什么样的这个 我们就觉得说 我也要这样 我也要那样 不会 弟兄姐妹 不会 每一天 我们在主的里面 我们学习倒空自己 主啊 我就要成为 你要我成为的样式 就好 我不用说 给自己好像 变来变去的 好像不用担心说 可是别人这样 我如果跟他不一样 我会不会跟不上时代 我会不会这个那个 不会的 弟兄姐妹 我们是跟随主 不是跟随世界 可是如果你常常灵修 你会发现 你就会有这个态度 你就不会太在意 别人对你的眼光 你的头发有没有染法 或者你穿什么衣服 或者你有没有 有没有跟上这个时代 你的手机 你还在用iPhone7吗 这样子 不会 我们就是很自然的 反正按照我们手中 所有的 我们快快乐乐地跟随主 所以每天灵修会帮助我们 这样更近前 更认识神 可是马太福音也告诉我们 当我们灵修的时候 这里说 哀痛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当我们更多的灵修的时候 他就培养你第二个品格 第一个品格讲到虚心 你不会跟人家比较 你也不会自满自傲 然后呢 可是另外一方面 你会有一个属灵的哀伤 这个属灵的哀伤 说的是 你可以感受到上帝的感受 这种姐妹 很多人是没有感觉的 你讲他 他也没感觉 旁边的人 哇 地震 有的人伤亡这么惨重 也没有感觉 你知道有一些人 真的很奇怪 这一个游览车翻车了 立刻在那边做什么 拍照 有的人去到一些灾难现场 赶快去做什么 拍照 有一个房子 很多的争议 这个房子是合不合法的 有没有扩建 很多人都去那边 打卡 对方姐妹 真的 我也觉得说 我觉得我的想法就是 其实我们 神真的要我们做一个 有 就是 我们是一个 有温度的人 有温度的人 是一个 可以感受到 上帝的感受 所以 哀痛的人 有福了 他们必得安慰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在 一些 一些 景况 我们可以感受到 那个哀伤 所以 当我们常常 亲近神的时候 神就会柔软 我们的心 所以我们在 祷告当中 我们会更有 同理心 而不会 觉得说 比方知道 这个人生病 立刻想到 他一定是犯罪了 他一定是 有发生什么事情 不会 我们就会有一个 哀伤 有一个同理心 然后我们 就是 求神 来 安慰 这个人 来扶持 这个人 我在说 我们最大的感觉 我们人最大的问题 就是 我们常常 没有感觉 你知道我们人 活得 越老的时候 越没有感觉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都看透了 很多人年老的时候 他们觉得 我看透 人生百态 人生的许多的 喜怒 哀乐 生离死别 悲欢离合 所以他们觉得 没有感觉了 可是弟兄姐妹 不是 当然有的人更惨 年轻的时候 就没有感觉了 所以在地上 好像行尸走肉一样 可是我觉得 我们透过灵修 透过我们这样的 亲近神 神就帮助我们 从没有感觉 到对人 对一个事情 我们非常的有感 我们有感觉 我们有感受 而且我们可以 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 我们可以伸手来扶持 我们可以来安慰 当我们这里讲到说 爱痛的人有福了 不只我们可以感受到 别人的哀伤 我们给予安慰 说的是 有一天你知道 当你受伤 你很痛苦的时候 神也要把这样的安慰 给你 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 属灵的哀伤 可以感受到上帝的感受 很多年前 在苗栗那里 就是有晨曦会 他们就需要一块地 这样子 要盖这个戒毒中心 要帮助很多吸毒的人 因为现在吸毒的人 越来越多 也年轻化 可是没有地方 需要一块地来盖 然后来帮助他们 因为通常 吸毒的人 他们都需要戒毒 就需要让他们进到里面 然后他们有人陪伴着 祷告 用圣经祷告 帮助他们 经过一段时间 他们真的可以戒毒成功 所以他们就祷告 祷告 那也释放这样的一个消息 没有工商团体来奉献 大家看到 也就只有祷告 因为有的人真的是没有能力 或者有的人真的是爱莫能助 可是有一个弟兄 有一个弟兄 他40岁 他才信耶稣 他真的是很爱主 在人来看 他是最不可能奉献 这块土地的人 因为他是做资源回收的 所以每一次他在 他就是他的工作 他在苗栗 他的工作就是拾荒 那就清洗 其实就是我们以前说的 捡破烂 清洗一些什么电风扇 脚踏车 旧衣服 这些回收这些东西 可是那一天 因为他40岁姓祖了 所以后来 当他听到这个消息 他里面有个感动 他觉得 他为这些 这些吸毒的人 因为知道说 盖这个戒毒中心 这是个好事 可以帮助到这许多的人 所以 他就有感动 那他就奉献了这个土地 对于这边你知道 真的很感人 当然我自己在想 有可能是祖产 有可能 但是多么有意义啊 多么有意义 我们今天 我们为什么会伸手帮助一个人 也许我们花时间陪伴他 也许我们给他一个金钱的安慰 或者什么 都是因为我们里面 为他感受到他的痛苦 他的哀伤 我们可以感觉到 对他的不容易 他环境的困难 可是弟兄姐妹 这个是需要透过我们常常灵修 你才会成为一个这样的人 不然我们人都会觉得 人不畏己天出地面 我自己都顾不好我还顾你 我自己都吃不饱你 你吃什么我哪有办法管你 弟兄姐妹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就是可以这样子 去感受到别人的需要 别人的痛苦 那神希望我们成为一个 有温度的人 就是因为我们这样 我们感受到别人的痛苦 别人的需要 你才会把福音带给他 因为你觉得他如果没有耶稣 这样太惨了 或者这个时候我们也许从人的角度 我们给予他一点帮助 一点陪伴 我们感受他所感受的 然后渐渐有机会 我们可以带领他来到神的面前 因为我们知道 至终只有神可以帮助他 可是问题就是在于 弟兄姐妹你知道 当我们这个人没有感觉的时候 你就什么事都不会做 特别是遇到有人 他遇到重大的灾难 比方家里有人突然去世 我们通常人都觉得 我应该要做一点什么 可是问题是 或者说我应该给他打一个电话 可是问题是 不知道要讲什么 所以人们就会做什么呢 什么都不做 我就私下为他祷告好了 这个当然很好 可是你知道 当然有的时候 人们在这样重大的灾难 说实在的 你的安慰也安慰不了他 有时候我们自己就告诉自己 因为安慰不了他所以就不用做了 祷告真的很好 可是有的时候 如果 那当然看你们的关系远近 真的如果 有机会 如果是好的朋友 适时地在旁边 陪伴者 给予力量 就是我觉得 这个都会给人带来 很大的一个温暖 这就是有温度的人 所以神希望我们常常靠近人 可是你怎么样可以常常靠近人 如果你没有温度 你这个人讲话都冷冷的 很律法 你就这样嘛 就那样子嘛 你就这样子嘛 所以人家也很怕你来找他 可是我觉得上帝不是这样 我常常觉得上帝是最有温度的人 不然我们干嘛每次来这里 就是祷告说 主啊 欢迎圣灵降临 主求你更多地靠近我 我需要你 因为主很有温度 所以当主靠近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 好开心 那我们要透过灵修生活 让我们成为一个有温度的人 我们可以常常对人有感觉 有同理 感受到别人的痛苦 然后我们释放神的安慰 在人的身上 好 让他们可以感受 他会感受到的 丢结不只是你的爱 他可以感受到的是上帝的爱 真的 他当然知道你为什么靠近他 他知道你为他祷告 那个爱会很真实地摸着一个人的心 所以透过灵修 你知道神就一直在改变我们 我们不是一个冷漠的人 这个世界已经够冷漠 人人就是通常都只顾自己 可是问题是神不要我们只顾自己 主说我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 你怎么可以顾别人的事呢 除非你是一个有感觉的人 有温度的人 你可以感受到上帝的感受 上帝是有感受的 所以为什么上帝那天看到拉撒路死了 大家都在那里哭 耶稣也哭了 说的是耶稣是有感觉的 耶稣会哭泣 耶稣也会愤怒 耶稣看到大家在圣殿里面乱卖东西 这样子 耶稣也会生气 所以我们要感受到上帝的感受 那你可以这样感受 除非你灵修 你更多的灵修 更多的祷告 你会发现神就把更多 从神来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力 放在你的里面 我今天本来想讲八点 可是看来我今天只能讲到第二点 不过没关系 我们等候聚会都是长长久久 一直到主再来的日子 所以我们可以继续地来分享 那我们就过年之后 我们继续地来讲到关于 灵修生活的重要 而且神怎么样可以把这个生命的特质 坐在我们身上 我在说上帝真的很棒 如果你这个礼拜开始 先学这两个就很厉害了 那我们更多地学习亲近神 求神帮助我们虚心 倒空自己 带着我们本相来到神的面前 也求神帮助我们做一个哀痛的人 可以感受到上帝的感受 可以对人有感觉 我们可以活出一个有温度的人生 那我相信上帝要将来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 信实的神 然后请牧师为我们做祝福祷告 神祝福大家 优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